疫情趋缓,民众开始恢复搭乘大众运输系统,进入新形态安全生活模式,而淡海轻轨的运量也逐渐回升,并且在12月14号迎接搭乘旅次突破千万。 新北捷运公司在通勤旅客跟疫情后观光客回流的成长,于通车三周年前达成一千万旅次的目标。 疫情趋缓之后,民众开始恢复搭乘大众运输系统,进入新形态的安全生活模式,而淡海轻轨运量也逐渐回升,并且在12月14号迎接搭乘旅次突破一千万。 新北捷运公司在通勤旅客及疫情之后的观光客回流成长,于通车的三周年前达成一千万旅次的目标。 淡海轻轨运将近三年的期间,那我们很幸运的现在已经有突破一千万的旅次,那我们这第一千万的旅客是产生在今年的12月14号晚上的8点12分,他是持悠有卡用1280定期票的一班旅客,在我们甘蔗林站出站,那我们也很恭喜这位旅客,我们将制证他一千趟次免费搭乘的,搭乘单海轻轨的票卡。 新北捷运公司表示,近期突破千万搭乘人次,新北捷运公司将公开搜寻第一千万旅次的幸运儿,送上一千趟次的免费搭乘,而前五位和后五位的旅客也将送上精美好礼,而这位卡号7260046422的幸运儿,将可以享有突破千万旅次的幸运儿喜悦。 因为自从疫情开始以后,我们有做一些班据的调整,那我们现在在观察,整个旅客开始慢慢的回溯,因为疫情开始慢慢的减缓了以后,那不管是通勤的旅客还是观光旅次都有逐日的在增加,所以我们公司预计在今年底,我们会再做一些班据的调整,来缩小一些尖峰时间跟离峰时间的一些班据,来让旅客来更方便的来搭乘我们的淡海轻轨。 新北捷运公司因为十月份连续四个星期的烟火及轻轨创意月台,渔人潮海车站的开战,使得前往淡水的旅客变多了不同的选择,而平日通勤的旅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酝酿的八成,酝酿稳定回升,希望在用心防疫的作为之下,民众能够更安心的搭乘,前往下一个千万目标买进。 记者许端一带于水采访吧。